姐 你跟他们回去吧 一家人 还像以前一样 来 这样 姐姐就放心了 跟他们回去吧 俊杰啊 我们能够理解你刚才的那一份填膺 也能理解那种愤怒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好好地听听别人说什么 好不好 爸爸 我想问一下 这五百块钱哪来的呀 从来的时候借的 我们老两口也都有地 那你们俩经济收入来自于什么呢 就靠种十亩地 就种十亩地 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啊 也就是八九百块钱吧 一年 都是山地 一年八九百块钱 十亩地 就种这些粮食一年的收入 才八九百块钱 有时候汗了湾浇上水 就一把钙子 对于内蒙古的地貌 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在那个地区干旱 没有河水 没有水的话 这个地就欠收 而且种的基本上都是 低值的作物 比如说玉米啦 小麦啦 这样的作物 所以一亩刨去化肥 刨去一些 他们的用度以外 能收八九百块钱 已经不错了 一亩地 大概就是一百多块钱的收入 我可以这样说 一开始在叔叔没上来之前 我们对他有误会 觉得他对女儿是一种放弃 也没有去找他 但事实上 叔叔上来之后 说自己一年才八九百块钱的收入 到处借债 给治了四次手术 我当老人的 该经历也经历了 其实我觉得女儿 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钱 是需要家庭的温暖 我当老人的不仅仅是钱